剛才下課的時候同學有問一些問題 我們再補充一下 第一個是關於RNG這個東西 它是Render Number Generator 就是可以用來產生一個亂數的序列的東西 但是因為在電腦其實沒有所謂的真正亂數 你不是拿骰子在那邊丟 所以那個亂數都是假的 然後是用各種演算法來產生的 那我們這邊用這個 這就是其中一種演算法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序列的 你每次呼叫RNG一次 它就給你下一個亂數 下一個亂數是什麼 那有這個亂數之後呢 我們現在想要產生的 是在某個範圍內的亂數 所以我這邊用的這個 uniform int distribution 就是要在一個範圍內的整數 那譬如說 如果你是想要模擬骰子的話 骰子的話 你這邊就是16 這樣子的uniform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你RNG給它 它就會去 從1到6裡面隨便挑一個 隨便挑一個 然後不斷的產生亂數出來 那我們這邊要的是 是從0到size-1 這段範圍的index 然後它隨便挑一個index 等於是隨便去vector裡面 挑一個數出來 然後這裡的123呢 就是給它一個seed 我剛剛說過你可以給它是 device random device 但是我們這邊只是寫好完的 所以就隨便給它一個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一旦定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的序列永遠都是一樣的 每次出來第一個都是6953 那我不管再怎麼執行 執行再多次的話 它都還是一樣 我再執行第二次的話 它還在compile 它還是6953 所以這個seed跟它一樣的時候 就是後面的序列就會一樣 你可以再看一次 它的序列就是6953 下一個的話是7124 再下一個是2870 所以下次再執行的時候呢 它還是6953 然後7124 然後2870 所以這個序列都會不會變 只是說你把它 這些序列放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好像看起來是很隨機的 沒有規則 但是其實是有一套演算法來產生的 所以這是你在使用亂數的時候 的一個用法 如果還有 你還要知道更多細節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random裡面的一些說明 那以往的話 我們在seed裡面做的這個亂數 都是用rand的對不對 其實也是類似的東西 然後你就要去 這個solutions.size 然後它就會是一個 介於0到solutions.size-1的一個整數值 然後你就會拿這個整數值 在做後續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要有一個srand 去產生一個 隨機的這個起點 所以這兩件事情 現在在C++裡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 所以你只要記得說 如果你想要 以後你想要 想要 模擬這種 隨機的這種過程的話 你就是 搭配這樣的東西 有一個rng可以不斷的 你每次呼叫它一次 它就會產生下一個亂數給你 然後 如果你是想要在某個範圍內取 某種distribution裡面去取sample的話呢 就會是用這樣的方式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在一個 uniform distribution裡面去取sample出來 就會是 dis 然後括號rng 那每次呼叫一次 它就會產生下一個亂數 所以rng它自己會去維持一個狀態 知道說我下一次呼叫的時候呢 我要產生的亂數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做到這裡已經可以 可以不斷的挑選數字出來了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進展 對不對 因為每次取得這個ab的資訊之後呢 我們並沒有拿來 把這個solution呢 篩選 篩選 篩選掉 我們要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應該是 依照a跟b 這個資訊 去把整個solution 這個space把它變得小一點 所以本來有5040種可能 一旦我猜了一個數字 然後你跟我講說是1a2b之後 可能答案馬上就降到只剩下1000個 符合條件的只剩下1000個 那我們就是要看看怎麼寫 那這個其實前面已經做過了對不對 我們只要用這個erase的這個方式就可以 remove if 來做就好 那剛才下課也有同學問說 這個remove if跟erase 它的差別在哪裡 那我剛剛有大概提到就是 remove if的話它其實是把整個vector裡面呢 裡面的東西搬動一下 符合條件的被 要被移除的人移到後面去 然後不符合條件的在前面 然後它會傳回來一個 直到那個斷點的地方的這個指標 那到時候如果你想要 把後面的東西砍掉的話呢 你就從那個開始 然後一直到end 這段把它erase掉 那那個就被清掉 那為什麼不預設就把它erase掉 因為有些情況下 你其實只是要不斷的縮小 你這個有效的東西而已 那後面那些就留在那邊 其實你不把它清掉也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只是真的把它清掉 其實你不要清掉 你只要一直記錄說 我現在結尾應該結尾在什麼地方 不是原本的end 而是在上次remove的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不真的把它清掉 而是不斷的縮小的一個 我們的vector裡面有效的空間 所以它這樣分開來是有好處的 假設說你不想要動到資料內容的話 你可以不做erase 只要去維持說到底 你要移掉的東西呢 是從哪邊開始 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這邊是為了審視 就真的把它清掉 把它從remove if 那個斷點開始 一直到end 這段vector的內容呢 通通清掉 清完之後你的整個vector 就變小了 變小的這個size 當然也變小了 所以我們到這裡來 開始要做的事情是 可以先直接剪切這一段 應該會跟它有點類似對不對 我們一樣要想要把它 remove if not erase 差別在於這個條件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就把條件改一下就好了 條件 要給它什麼 應該要 跟它講a跟b這兩樣資訊 因為它會依照a跟b 到底是多少呢 來決定 我是不是有符合這個 比如說1a2b的條件 那 一樣 所以我們拿這個 拿這個lunda function 去把整個 solutions這個vector 把它 檢查過一遍 檢查什麼呢 檢查看看它的 對應的位置 跟我猜的答案 我猜的答案在 在哪裡 guess 這邊改一下好了 不要 不要把它這樣子用 我直接把它改成這樣子 這樣 直接把這個index呢 丟進來就好了 所以我取出來的 就是solutions裡面的 自串 所以這個才是 這是自串 我把solutions裡面 它的編號 是這個編號 隨機挑選的編號 的那一個自串把它取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gas 這是我猜的答案 所以它是一個自串 然後 到了這邊的時候呢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這個s 跟這個gas 兩個去比對 看看 有沒有對應的位置 是一樣的 有的話就是a 沒有的話就是b 那我們就要 算這個東西 所以這邊就會是 算什麼 j等於0 j到4 應該 在這裡先要4 rnti i 等於0 i 4 i ++ 是不是這樣 然後就去看一下 gas的i 跟 跟s的i 是不是一樣 一樣的話就代表是a嘛 對不對 不一樣就是b 不是不一樣就是b b要在底下檢查 一樣的是a 就可以a就可以count 所以假設我有一個 local的變數 rnta 小a 這邊我就是判斷 if 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我就把 a 就去加加a 假設a一開始是0的話 a一開始是0 然後我只要發現說 它有對應的位置 i等於0到4 然後這個對應位置呢 跟我猜的答案 一樣的話 表示那個 那個數字 的a的數量 會是多少這樣子 那 b的話也是一樣 b也是初始是0 b的話 我們要檢查的 就像是 這邊是 j等於0 j到4 然後 k等於0 k到 k到4 應該 兩個對應的交替的位置 都要檢查的話 我就要把 這個 這個四個位置跑過一遍 另外四個位置也跑過一遍 是這樣 然後去看一下 他們是不是有對應的 有沒有斜的對應 有的話呢 我就要把那個 b去加加 但是要 剔除掉什麼 剔除掉 j跟k相等 j跟k相等的話 其實是屬於a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if j不等於k 表示說 表示說 我真的在檢查兩個不一樣的 index 然後 如果 如果 如果什麼 如果說 如果說 嗯 如果說 gas 的 j呢 然後 等於這個 s的 k的話 那我就知道 這個是 加加b b要加1 對不對 那 這兩個for做完之後 我們只要去看一下 到底 這邊 小a跟小b 跟這裡 你提供的 大a跟大b 是不是一樣 如果說 a等於大a 而且 b也等於大b 代表什麼 代表說 這個數字呢 現在的s 真的跟那個gass 是有符合 1a2b這樣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 我現在是拿什麼 拿這個gass 當作參考 這是我猜的答案 然後 我有你提供的 幾a幾b的資訊 放在大a跟大b裡面 然後我拿這個 lambda function呢 去檢查 每一個 vector裡面的 次串s 然後我就拿 那s 跟gass去對照 如果說他們對應的 正的位置 是一樣的話 我就把這個小a加1 如果有斜的對照 對應的話呢 我就把小b加1 最後如果說 小a跟大a是一樣 小b跟大b是一樣 代表這個數字呢 就是符合 你給的這個 1a2b之類的 這種提示的 數字 那 這個數字的話 就不應該被移掉 因為我們現在是 remove if 要把它移掉 它如果是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是它要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話 我們就return false 要被移掉的是那些 不符合ab的這個 條件的 所以那些的話 就是else 就return true 這樣 是不是 這樣有問題 我們這邊 lambda function 做的事情 是希望寫出一個 可以檢查 vector裡面 每一個字串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會拿 那個字串呢 每一個字串拿出來 跟我的目前猜測的 guess 這個字串去比較 比較什麼 比較它有沒有對應的 數字 對應位置的數字 是一樣的 有的話我就去把那a加一下 加一下 然後如果有斜的對照的話呢 我就把b去加1 那做完這個檢查之後 我就去看一下 這個數字 幾a幾b的這個 的情況呢 是不是跟 使用者給我的幾a幾b 是一樣的 一樣的話代表 這個數字是有可能是答案的 我就要把它留在solutions裡面 那不 不一樣的話呢 我就要把它踢掉 就把它移到這個整個leg的後面 到時候用erase就可以把它清掉 所以這樣寫完應該是 應該就ok了 所以我們這邊做完之後 solutions應該會變小才對 我們可以試試看 在這裡呢 再把這個solutions solutions 修出來看看 然後這個是 我這邊修一些字好了 erase gas ++as 那這邊有一個錯誤訊息 你可以看到它這一節 那這個意思 當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知道說 因為你現在用了lambda function 然後這gas是哪裡的 並不在這個function裡面 這個function裡面只有什麼 只有s而已 還有a跟b gas並不是它的東西 那gas是哪裡 是外面的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 把外面東西也丟進來的話 它必須要在這邊放一個等號 這是lambda function的寫法 當你這邊寫了等號之後呢 你在目前的這個 local呢 的這些變數 就可以被這個lambda 拿進來用 所以它就會知道 所謂的gas是什麼 那等號的話 是代表說 我要取值 所以它會把那個gas 那個字串的值 拿過來 然後在這邊呢 就會去用它的值 去跟s比較 所以你如果以後看到 這樣的錯誤訊息的話呢 就是知道說 這邊要有個等號 去把外部的東西 lambda function外面的東西 把它capture進來 所以這樣都沒問題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那假設說 我現在給它 我的答案都是0123好的 所以它有1a 把這什麼事 當掉了 29行這邊 它應該不能用一個 改成size 然後可以知道 這裡是不是 爆掉 這個要把它移到裡面 對不起 哇 哇 好厲害 這樣都沒說 它size size要調整 對 剛那一行要包在壞油裡面 謝謝你 然後再 再一次 0 1 2 有size 有變成 1 那 不過現在 現在要真的要讓它拆 所以 我看一下 我們剛剛哪些 沒有拿掉 可以 所以開始讓它拆 那先隨便 心裡面講一個數字 就剛才講的 是不是 0123當作答案 然後0123是答案的話 這邊是1a0b 對不對 那再來是什麼 0123 所以是 0有出現對不對 那就是 0a1b 是這樣嗎 那 0123 1942的話是多少 這是什麼 1a2b 0a2b 然後 然後 2473 0123 1a1b 是不是 因為我心裡面的答案是 0123 1a1b 然後 這個 2a2b 然後 就是 4a 所以就 猜對了 那你應該 在最後判斷 它如果是已經size剩下1的話 因為size剩下1 表示它裡面唯一的答案就是這一個 就沒了 就結束 不用再猜了 那你就是在這邊判斷一下 這個 if solutions 點size 點size 就 cout 所以這個就這樣就可以就可以break掉 所以這邊是 譬如說 或者其實也不用了 反正它終究會猜對了 那 所以這個就是 你讓電腦猜 猜 猜數字的做法 不管 你心裡面 換一個數字其實也是一樣 假設現在 數字是 7890 或者 6789 6789 的話 這個就是 1a1b 是不是 然後 6789 1a 3a 0b 然後 6789 6789 2a 0b 然後 這是2a 0b 所以它就猜出來 6789 應該就可以break 那這個是 讓電腦猜數字 所以通常它猜的 次數應該是非常少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那個 它的size 降得很快 它只要淘汰掉 那些不可能的 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 讓電腦來猜你心中的 數字的寫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你要為什麼 就是剛才的過程中 我們是先 先規劃好說 你要用什麼東西來儲存 然後再來是 你就產生可能的答案 然後利用這個lambda 方選呢 當作篩選條件 我們去把 把整個solution過濾過一遍 所以不符合的把它剃掉 然後再來就是 開始亂拆了 那這個只要亂拆 其實就很強了 除非說 它真的知道你的習性 你知道說 你偏好 那個數字裡面 要有7的話 它當然就可以從那個 從那個可能的答案裡面 去挑那個有7來拆 但是通常的情況應該是 你就不要做任何假設 就是uniform去挑 那 挑出來的答案呢 再來就是依照你給的A跟B 去決定怎麼篩選 所以這邊就是 跟前面不一樣 你要capture一些外面的變數 像外面的A跟B 然後你要用它來決定 哪一些數字要留下來 哪些數字要被提掉 那整個就是這樣寫就寫完 這個還是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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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就是 這個還是要禁止 就是唐洛艦 就在那裡 這個還是要禁止 這個還是要禁止 我們在這地方 就是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